I Want You ennhan 還有在紀錄這一刻 兩個方針沙 一千兩年 現在在啃頭有一些事情 但是我都要答應 插一下那個 插眼神他會有點後驚 看看話的似乎 對 別發亮 等一下 把零酒進來 幫他那一支 安慰他 沒事沒事 接我 接我 I want you to stay 丟掉青春夜 I want you to stay to stay OK, cut 右、開 右、左、開 然後呢 好 左、開 1 2 3 4 一、二、三 一、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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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們的天氣便已經通過五百萬了 然後我們工程就有答應大家說 要做一首續集第二波這樣子 然後我們特別上來了 然後他有的移程 烤辣椒 這首歌非常的活潑 然後非常的充滿正能量 然後其實這首歌很特別的感覺 是我們這次設計了一個小小的舞蹈 對 對我來說是首次的一個場景 然後曲風比較輕快 比較快樂 可愛一點的 對 就是適合跟你的戀人告白的感覺 是 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對 最有的挑戰就是這首 而且因為我們錄的時候其實是慢半排的 所以其實所有的動作 其實是反而要放慢速度 有時候更艱難 而且其實他們都是臨時到片場 才直接開始學的 還有放下這個休息 後方 對有一點 我覺得你們學得蠻快的啊 而且讓觀眾看你們不同的一面 是不是可愛笑題 對 然後大家可能會變喜歡 五眼五眼 如果以後沒工作就可以了 是什麼 我們取個什麼名稱 什麼姊姊哥哥吧 右右台的什麼姊姊哥哥之類的 下次上節目告訴我 要不要請教一下凱樂 喔 大前輩 下次可以演機會的話 請他跟我們一起跳 好 因為天亮琴閉眼的話 他是比較 講比較 也是感情 可是他是比較 有點難過 就是男女之間的 心機的那種東西 可是天亮琴真的是很直白 很直接然後再 可能 不只是追求女生 就是說 一群人這樣玩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你又會有一個曖昧的情緒或什麼 就是 比較可愛 誰 先不說誰 甜蜜的感覺這樣子 那其他這次 其實我們加了很多角色 有首位 有沒有 還有修皮特 而且我覺得其中一句 我特別喜歡就是 跟 練都是可以 成果的 我覺得有時候個性不一樣 反正是可以擦出更棒的一個合話 所以我覺得 很正能量的一種愛情 告白歌 好深的含義喔 嗯 沒有 其實當時我接到 就是他們的邀約 我正要拍第二 第二支 關於廊下的MV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覺得 當下一定要接 因為上一次 我沒有參與到 剛好 對 很可惜 就覺得這一次一定要接 然後加上又是女主角 哈哈哈哈 講來 然後 因為上一支 就是 我聽過了 其實我去KTV一直狂唱 真的 我覺得很好聽 而且也很好 就是 很帶動氣氛我覺得 對 然後第二支 我就一直在想 會是什麼樣的功 然後到現場聽 就發現 哇 是很輕快 就是你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然後很青春純愛 就是那種 你一起唱 打開你的手 直接放手 就可以 對 就可以很愉悅的做任何的事情 對 我覺得非常的溫馨 因為其實 拉露莎這個東西 把很多人結合在一起 就包括你剛剛所說的那個畫家 他之前把我們畫到 很多可愛的那個曲風 我們很榮幸 這次可以把他的畫 出現在我們的MV裡面 喔 就是他的畫 就是他變得很明顯 哈哈 哈哈 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他還意識到 而且重點就是什麼 因為我們最近 我跟林九是 他的什麼緋聞對象 所以 一定要放在MV的這個劇情裡面 所以 加起來這個CP感覺 對吧 所以其實整個概念 其實幾乎 我跟他想要獲得女生的心 但其實 我們也是一種 兄弟的情緒這種感覺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我們這三人之間的一個互動 新的好嗎 新的 好 變對 我們靜觀起變 如果真的 來真的很好 然後我們就考慮看看 對啊 我覺得反應很好是肯定的 好 很多可能性 其實也不一定限制到 拉蘭莎莎 阿娃龍 阿娃龍 劇本莎 我知道第三隻來唱跳 要不要 快歌 然後整首都是跳舞 剛剛那個小段 剛剛都練習了 就那種很忙的那種 好 謝謝大家 可惡 好 我們 我們 可以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